北京时间8月4日晚,中超第16轮继续打响,天津全剑主场迎扎河南戒业,双方经过90分的激战,河南戒业2比1击败全剑,迎来近三轮的两场胜利,同时也送给对手两连版, 然而在比赛中,主场作战且输掉比赛的全剑球员,在比赛中这次镜头让球迷颇为愤怒,此意,天津全剑主场迎战保极球队河南戒业,然而在一场似乎悬念不大的比赛中,客场作战的河南戒业却率先取得进球,这是第30分钟,这夜全场左路获得脚球机会,随后一握将皮球开向门前,离翘都高高跃起, 将球顶向球门右下角,门向张路也只能望球心态,1比0河南戒业用文强的拼搏态度,打破将局,面对着主场优势,借对手实力不如自己的天津全剑,在被对手打进一球之后,球员们的心态也出现了严重失衡, 在随后的时间里,似乎没有把精力投入到比赛中,仅仅三分钟后,在前场右边路第一次拼抢中,王勇破直接挥旋砸向冯卓益,裁判果断出是狂爬对其警告, 对于裁判的黄牌警告,似乎仍然无法让全剑球员,将重心投入到比赛中,第41分钟全剑后场断球打出快速反击, 在争抢时,郑达伦直接一脚蹬,在了可娇的腿上,裁判第一时间并未做出表示, 是,在双方球员排布定位球时,裁判在视频裁判的提醒下来,到场边观看视频VAR,两分钟后跑进场内,直接队起出胜了红牌,将其拔,下,当比赛进行到85分钟, 河南剑夜2比1仍然领先着对手,面对着比分上的落头,全剑球员似乎仍然没有找到重心点, 在编路的一次争抢中,赵逊月从身后直接连续两脚,将剑意外援衣物体倒在等, 这一次裁判依然只是出示黄牌警告,对于球员们如此的表现,也实在无法理解, 而在中场前,剑夜球员倒在了全剑后场底线处,此时裁判并未做出表示, 而全剑的门将张璐将皮球开出之后,直接跑到倒地不起的剑夜球员身前, 直接用双手将其拖出界外,而这一幕也被现场摄像机精准的找到, 就连现场结束也直言,似乎球员们对于足球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, 眼中只有胜利和输球,可以说作为意志力争夺取加冠军的球队, 在比赛中出现多次令人愤怒的情形,让人无法接受, 最终河南剑夜用一场惨痛的经历,收获了一场难得的胜利, 而在胜利的背后,留给球迷探讨的不仅仅是一场足球的输和赢, 更多的是球员们对于比赛的理解, 如果只是需要胜利,就可以把所谓的比赛精神抛弃, 那么这样的比赛相信没有球迷愿意去观看, 更不会有人去支持。 感谢观看